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2000尺出头的一层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价格基本上是在24万美金左右 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什么感觉 一打开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是一层的 左手边有一个洗手间两个卧室 这样子的 它现在的价位是24万左右 这是其中的一个卧室 然后这是隔壁的另外一个卧室 好 我们现在 然后这边这个门呢就是车库 再往前走就看到它的厨房了 厨房还是很大的 然后在厨房的背面就是一个洗衣房 这边是厨房的一个储藏室 然后在厨房的另外一面是第三个卧室 这也不是主卧 这个卧室就更大一些 这是第三个卧室 那现在我们去主卧和客厅看一下 这边就是客厅和早餐厅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要进主卧了 这个房子的主卧很大 这是一个king一米八的床 但是这房子的卧室还是这么大 主卧是很大的亮点 再从另外一面看看这个主 再往里走呢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台 然后也是一个大的淋浴间 如果你想装浴缸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边就是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挺宽敞的 因为新房子的院子是根据你选建的这个地块有不同 所以样本间的院子没有代表性 我们就先不看院子了 现在让我带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地块可以选建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湖边的这两套房子 这两套房子还剩下两套一层的 其他的这些都已经卖掉了 还没有建起来全部被订了 然后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已经盖好的卖掉的 还有没有盖好的也卖掉的之外 其实他们还会开剩下的这几个新盘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空地 这几块空地都是盐湖的 但这几块空地价格上就稍微高一些了 因为它一期开的比一期会贵一点 除了这几块空地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能在这个区域的这些房源了 所以它现在的价格还蛮好的 这个小区离亚洲城也就是Asian Town非常近 它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因为Asian Town就在Kitty 然后它离这个比较大的一个mall 叫Kitty Millmore 也非常近 16分钟 然后它离这个Kitty的一个浩曼医院 也就是非常出名的姚明和刘翔都会治病的来的这个医院 15分钟 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您想看某一种样子的房子 请留言告诉我 我会尽量看到大家的留言 去拍一些大家更喜欢看的价位区间的房子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